伍则天在政治斗争上连连胜利 但是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一大批权贵高官 将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威胁 那么伍则天有什么办法扫除这个阻碍呢 敬请收看伍则天系列 班导长孙无忌 伍则天在与士族势力的激烈对抗上 可以说是节节胜利 但在朝野当中 有一个人的存在 可以说是令伍则天如梧耿在喉 不出不快 这个人就是林燕阁功臣之首 宰相长孙无忌 作为唐太宗一命的辅政大臣 长孙无忌无论是权力还是威望 都在朝中首屈一指 甚至于连高宗理智的诸多决策 都需要长孙无忌的首肯 尤其是在高宗费力皇后的问题上 更是极力阻挠武则天的上位 由此可见 长孙无忌对于武则天的威胁不言而喻 如何将长孙无忌拉下马 扫清这个通往权力巅峰路上的最大障碍 也已经成为武则天此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那么为了扳倒长孙无忌这棵大树 武则天会采取怎样的手段 作为长孙无忌亲爱上的高宗 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复旦大学历史系韩生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武则天系列节目 上一集呢 我们说到了武则天被立为皇后 因为他立为皇后 所以朝廷进行了大规模的 宰相班子的人事调整 反对武则天的宰相 基本上都被撤职了 王皇后和萧淑妃也被弄死了 而且呢 他们两个人呢 死得很惨 武则天应该说非常高兴地 登上了皇后的位置 可是呢 他很快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显庆二年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 武则天让唐高宗下诏 把洛阳升为东都 他和高宗呢 一起到东都去了 并且把洛阳的官员呢 整个品级提上来 和朝廷的官员一样 为什么要把洛阳 提升到一个这么高的位置 武则天为什么要离开长安 到洛阳去呢 洛阳呢 跟长安城相比 他的优点在于 他更靠近东部 从全国来看 他更居于中间的位置 这是他地理上 交通上面的方便 从地形来说 他的东面是平原 他很容易往东走 容易控制东方 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他缺少这么一个环抱的山 因此要守洛阳 需要大量驻军 这就是当年很多人 不敢选择洛阳为都城的原因 我想高中 武则天 他们也都知道 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还是要迁到洛阳去呢 当然呢 唐朝是实行两个首都的格局 洛阳作为东都 现在武则天 给予到东都来 一个最重要的意图 就是避开了长安城 这些原来的官藏的势力 从唐建都以来 长安城作为首都 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官藏势力 官与官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 他们纠结在一起 武则天立皇后这一件事 已经让他感觉到 整个官藏的势力 有何等的强大 这就是他要避开 京城旧官僚势力的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他如果到洛阳去 他在那一边呢 他可以遥控京城 往往许许多多 做专制独裁的统治者 他们都喜欢制造一个 不在现场的这么一种情况 他离开了长安 他从洛阳遥控 在长安有他的使党 像许静忠啊 李义甫啊 他们可以在这里放手做事 做什么事 武则天到时候都可以推得干干净净的 我不知道 我不在现场 这就使得他可以 很有目的地 甚至是违反常规的做法 去推行他的一些 想做的事情 他想超过官藏的规则 他就必须越过官藏这些机构 他到洛阳去 他就可以呢 越过这些机构办事 这就是武则天要迁到洛阳 一个很深的政治考 到了洛阳 我们看到 果然他就有很多的动作了 我们看 在洛阳呢 他做的一个重要的准备 为他今后要展开的政治斗争 进行了组织上的准备 这组织准备就是大规模的提拔官员 他要更改唐朝官员队伍 要建立起忠诚于他的新的一支人事队伍 这个官藏人事的变动 他采取了非正常的措施 唐朝建立以来 尤其是唐太宗时期 对官员的编制 有非常严格的限定 唐太宗是坚决主张要实行精简机构 用一个非常精悍的中央朝廷 管理全国 官少 税低 据唐书的记载 唐太宗建立的中央的朝廷三省六部 他的编制总共只有六百四十多人 那是一个非常精简的中央朝廷 人事控制得非常的严 现在武则天呢 要把这里面许许多多的官员 把它清洗掉 换上自己的人 按照正常的官员的提拔途径 他是做不到的 那么怎么办呢 他就采用新的办法 叫做杂舍路流 唐朝官员的选拔有几条路 最主要的路 一条是叫做门阴 工程高官的子弟 可以循着门阴这条路 理所当然的进入到官吏这个队伍 然后再逐渐的提拔上来 第二条路 那是通过科举 参加国家的这种官吏的考试 相当于我们说的公务员的考试 这个考试你合格了 那么你就进入了公务员的队伍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 通过你的政绩提上来 这两条是最主要的 选择官吏的路 我们称为政道 进入正式的官吏队伍 当了一官半职 就有了官品 官品有九品 这种列入官品的 就被称为流内官 那么还有一些人 是属于官府里面各个机构 办事的杂员 他们最主要就是在官府里面 办一些日常的杂务 这些叫做杂舍 各种各样的事物的处理者 现在武则田通过特殊的手段 让这些人可以转为流内官 这就叫做杂舍路流 本来这些杂舍人员呢 他要晋升 要进入到正式的官吏队伍 要经过多年的严格的考核 考核合格以后 还必须经过正式的科举考试 考试再合格才能转变身份 现在呢 是大批的 不经过正常渠道的提升 这样他就可以把大量的人 补充到官吏队伍里面来了 我们看到 有一个主持选官的官员 叫做刘祥道 这个主管力部选士的黄门侍郎 刘祥道 在他的奏折里面说到了 经取势多且烂 路流遂千四百多也 杂舍路流 未死圈态烂也 故共物者善人少 恶人多 他讲到高中朝选官 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是多 二是烂 怎么叫做多呢 高中朝内外官 一品到九品 总共是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 刘祥道说 我们给他算一下 这一万三千多人 如果说他三十岁开始当官 六十岁退休 取一个折中的数字 不到三十年 这些官员呢 大致上都得退下来 那么你就必须补进去 每年补多少呢 每年需要补五百个官员 按这个速度补 正好退下来 正好退下来跟补进去的 达到平衡 所以三十年呢 正好一个循环 现在呢 是一年补进了一千四百人 一千四百人相当于正常补官的 接近三倍 这样子就使得有很多补进来的人 没有官职 没有官职就会烂射官职 而且这又是通过 非正常的渠道补进来的 杂射进来 没有经过严格的圈选 跟这个优良的淘汰机制 所以补进来的人呢 往往不合格 他根本不配当官 刘翔道才说是叫做善人少 恶人多 那这样子问题就来了 以前当官是根据你的政绩 根据你 是不是做好本职工作来提升的 现在就完全是以人划线了 就根据你跟武则天的关系 你跟武则天手下这些人的 帮派关系提官了 这样子整个官场的风气坏掉了 可是呢 有了这样大量官员的补充 非正常渠道的这种杂射路流 武则天就在官场 积蓄了他要开展下一波 政治斗争的力量 为了能够避开长安城 盘根错节的官场势力 给自己的政治行动提供便利 减少被暗中撤走 武则天选择了洛阳 作为唐王朝的东都 在武则天眼中 迁居洛阳这个举措 似乎是迈出了攻击长孙无忌的第一步 他在洛阳运筹帷幄 扩充势力 积蓄实力 则基于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庞大士族势力 分庭抗力 那么到了洛阳之后的武则天 究竟会采取什么手段 提升自己阵营的实力 在真正与长孙无忌进行最终对决之前 他还会做哪些秘密安排 武则天在官场上 积蓄了自己的力量以后 他开始了新一波的政治斗争 这一波的政治斗争 就冲着政坛最重要的人物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 在费力皇后这件事上 应该说他是斗败了 惨败 看着他身边的许多的宰相 都被罢免 他自己也感到心灰意义 所以这些年呢 长孙无忌倒是老老实实的 在朝里面几乎对政事不闻不问 他一心在做他自己的两件事 一个 帮朝廷修订律令 唐律制定以后 这个唐律的司法解释非常重要 在长孙无忌的主词下面 把这个司法的解释给做完了 这就有名的唐律书役 唐律的立法水平非常高 他出来以后 几乎就成了中国古代 法律的一个里程碑 甚至像宋朝 他的法律直接就是超唐律书役的 可见这部法律跟他的司法解释 水平是非常高的 这就是长孙无忌这些年来呢 潜心做的工作 他为帝国呢 在建立一个法治的规矩 显庆三年 他又完成了第二件事 给唐朝制定了礼 一个朝廷 一个王朝 他的礼非常重要 用礼来规范国家 整个活动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 吉祥庆典有家礼 军队出征有军礼 方方面面的活动 都要有一个礼的规范 这方面呢 长孙无忌 他又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人 他来主持这个礼的修订 他修订礼的时候 许敬忠已经得势了 可以说呢 长孙无忌在这件事上呢 是受够了委屈 他制定了礼 许敬忠呢就要 没事都要找查 这不行那不行 许敬忠下面的人 也跟长孙无忌过意不去 像太常博士 萧楚才等人 他就提出来了 他说规定了六礼 六礼里面有一个叫做兄礼 兄礼呢 皇上去世了 那怎么办伤事 像这种事情 那是城下不宜多说的 所以像这种兄礼 就不应该由城下来制定 根据他这个意见 长孙无忌 辛辛苦苦制定的兄礼 就被拿掉了 中国原来的六礼 缺了兄礼 就变成五礼 长孙无忌都忍了 总算这一年把礼也做好 他避开政治 包括朝廷两个宰相被罢免 他都没有说一句话 武则田也不会劳了他 到了显庆四年 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了 许敬忠开始策划一个 大型冤狱的机会 洛阳人李凤杰 这个人呢 他告发太子喜马 伟继方 还告发监察御史 监察朝中百官 违法乱纪的监察御史 李朝 说伟继方和李朝两个人 勾结朝廷的权贵 结成当派 在古代 朝廷里面拉帮结派 那是一个大事 那是要查的 高宗呢 就派了许敬忠和新茂 一起去查 这一查呢 许敬忠对这两个人 施行刑法 动了刑法 伟继方呢 先是自杀 但是自杀未遂 在搜查过程中间 许敬忠找到了一些往来的书信 和谁往来呢 和一个造师往来 姓造的造 老师的师 尊称一个姓造的人 为老师 叫造师 和造师往来 许敬忠就对这个造师是谁 进行了一个解释 他说呢 掌孙无忌 他的封国就封在造国 因此这个造师 就是掌孙无忌 为什么在信里面 不称掌孙无忌 要称造师呢 那就是要造反 这就是说暗号 因此这就成了 这个掌孙无忌 谋反的证据 你看要挪制罪名 什么都能挪制上去 许敬忠把这证据 呈给了高宗 高宗听了汇报 他并不相信 他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大概我舅舅 是被小人离间了 所以高宗并不相信 高宗的判断 无疑是正确的 可是呢 许敬忠就想 把这个事情做实 他跟高宗说 我认真的办案 现在呢 好不容易找到这证据 证据是如此的确凿 陛下您还对此 有怀疑的态度 这就不是设计之福了 话说得很重 许敬忠后面有后台 所以他对高宗呢 能够有一点 咄咄逼人的口气 高宗经不起 许敬忠这些人 在旁边一直吹出他 想想自己的亲舅舅 眼泪都下来 他说 我家真是不幸啊 亲戚之间 屡里有人心怀意志 往年呢 高杨公主 和房仪爱 房玄宁的儿子 你看多么亲的 公主和驸马 一起谋反 现在没想到 舅舅也要谋反了 真的是让我 愧对天下的人 如果这个事情 真的查实 我怎么办呢 高宗呢 让许敬忠再去查 一定要查个清楚 许敬忠呢 对高宗说了 他说呢 房仪爱算得了什么 那就是一个 鲁秀未干的人吗 和一个女子 共同谋反 能成什么事 可是长孙无忌 就不同了 他当宰相 当了三十年 天下的人 都怕他的威风 所以像他这种人 一旦要谋反 陛下你能派 谁挡得了他呢 幸好 咱们唐朝有灵啊 让我能够 早早地 争破这个案子 要不然的话 这消息一旦走路 让长孙无忌 知道我们已经抓到 他要谋反的证据 他跑出来 正必一呼 天下马上响应 同恶云集 天下的恶人 全部集中 汇集在他的旗子下面 唐朝就危险了 说到这里 许敬忠又拿出了 更加吓人的历史事件来了 许敬忠曾经经历过 隋朝语文化集政变 杀隋扬帝的这个事件 他是亲身经历 所以他拿出来下高宗 他说你知道当年语文化集 就是执掌了中央的禁军 所以他一旦在江都政变 杀掉那些不听他的话的人 你不要以为满朝文武都忠诚于你 当政变发生以后 怎么样呢 那些大臣不都是 跪到语文化集前面 三乎万岁吗 所以呢 陛下你要赶快下决断 否则就很危险 在洛阳的武则天遥控指挥下 武士集团可以说是日益强盛 洛阳的地位 也在一步一步地取代原本的唐都长安 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士族集团 却是日趋衰微 实力大步如前 武则天耐心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 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与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士族势力 进行一场真刀真枪的最终对决 那么武则天究竟有什么办法 让未及人臣的长孙无忌败下阵来 又能有什么手段能够给予长孙 许静宗上朝的时候跟高宗讲 昨天我又提审了伟绩方 这案情已经清楚了 伟绩方全都招供 这是典型的罗织罪名 编造供词 高宗应该不会不懂吧 但是高宗听了许静宗的汇报 他再次流下眼泪 他说了 他说我真没想到 舅舅也会谋反 但是舅舅我是肯定不能杀他的 如果我杀了他 人家会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高宗这番话 几乎已经判了长孙无忌 重刑呢 因为他没有讨论长孙无忌 这个谋反的事情是真是假 他讲的是长孙无忌怎么处理 他底下是什么呢 不能处死 那显然许静宗制造的这个冤意 已经成立了 而且呢 在这个地制的体制下面 对越大的政治人物 他的出手越快 所以一旦高宗同意了许静宗这个供词 他马上就采取行动 4月22号 高宗根本就没有见长孙无忌 也没有对峰也没有对峙这些事情 直接下诏 剥夺长孙无忌太尉的官职 以及他的封意 给他挂一个扬州兜都的头衔 一种待遇 把他安置到了非常远的前州 给他按照一品的待遇 就在生活待遇上面 能然是照顾他的 为了防止长孙无忌真的动手 长孙无忌是被人压送到这个前州去的 长孙无忌倒了 武则天呢 总算把朝廷里面最大的对手扳倒 扳倒长孙无忌以后 后面的政治的余波 那就一波接一波了 这么一个当政三十多年的重臣 他的起伏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他代表了一整批的人 一大股的政治势力 而长孙无忌呢 他和唐太宗的合作 军臣之间的合作 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气 也就是军臣权力之间互相的制衡 大家敢讲真话 一种良性的政治互动 现在呢 他是被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名戴上去 直接清理掉 标志着这么一种 军臣互动的良性的政治局面 结束了 而且呢 随着他的倒台 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就开始了 喜庆中呢 在这一次政治清洗中 再次扮演了冲锋陷阵的角色 他上咒 他说 这里点到的全是朝廷的宰相 最初是储税梁和柳氏一起在宫里面构善成一种阴谋 由柳氏执行 他和宫里的官和宫里的宫里沟通 企图下毒 另一个宰相 于智宁 于智宁呢 一直想自保 在很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不敢表态 不敢表态也不行 他说于智宁一党父无忌 把于智宁也拉进去 这么一封上咒 就把这些宰相全部罢明掉 其实这些宰相呢 在废王皇后过程中 很多人早就被罢免 许静宗把他拿出来 可以呢 接着去清洗他下面的人 在武士集团成员许静宗的策划之下 武则天在政治上最大的对手 一代名相张孙无忌 被贬钱周 倒在了武后的政治铁腕之下 但在武则天的心中 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正所谓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要想完全消除曾经权清朝野 开国功臣长孙无忌留下的影响 武则天必须要趁热打铁 趁着罢免政治余波还未散尽之时 迅速速清残余党羽 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那么究竟有哪些大臣 会被武则天划入了清除之列 长孙无忌还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吗 我们看到储税良其实已经死了 但是能然下招削夺他的官职 柳氏和韩元被除名 于智宁被罢官 他们的家人也遭到了牵连 长孙无忌的儿子 是秘书间 而且是驸马都尉 也就是说跟皇上阶层亲戚的 皇上的女婿 长孙冲也被除名 流放到灵表去 储税良的儿子 储艳甫和储艳聪 被流放到爱州 实际上呢 他们在路上就被杀死了 这一波的清洗 是从原来被废除的 宰相身边的人开始 他就开始扩大 扩大到哪里呢 像韩元 他的妻子的外甥 叫做赵慈满 赵慈满的舅舅 是驸马都尉 长孙圈 长孙圈 长孙无忌的足弟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唐朝用的这些高官达人 都是家世很高的 这些高门之间呢 他们都相互通婚 因此他们这些关系 一拉出来 总能互相牵扯上去 只要能牵扯上去 那就好 许静忠就可以根据 这些亲戚的关系 把他们全都揪出来了 赵慈满就这么唠唠唠 也被唠到了 跟长孙无忌有关了 赵慈满 武功很好 狭义又很爱习士兵 郊游很广 很有人望 他当时任梁州的刺史 驻守边疆 手里握有重兵 那就是大问题了 诬告他和长孙无忌谋反 用这个异传最快的速度 把他招进京城来 一到京城 马上逮捕 抓到牢中间去 严刑拷打 但是呢 这个人骨头很硬 他始终不肯认罪 最后呢 就由审问他的人 瞎编了一个供词 把他猝死 暴施在城西 赵慈满的舅舅 长孙圈 担任上衣奉玉 皇帝身边宫内的官 皇帝身边的官呢 官的品级都很高 又跟皇上的关系很亲切 那就更无法幸免了 他被刘配到西州 西州就今天的 四川省的西藏市 一到服刑地 当地的县令呢 得到朝廷的秘密的指示 马上就把他用大仗打死 长孙无忌的表兄 高履刑 这个人呢 他娶了唐太宗的女儿 东阳公主 他的父亲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 高世莲 他曾经担任 一州大都督府的长使 在任上 政绩很好 名声很好 这么一个出色的人 同样呢 也把他跟长孙无忌挂在一起 被贬触 流放 他自己呢 不得志 心里不平 气死了 长孙无忌 另一个兄弟 叫做长孙恩 被流放到高州 现在广东省的高州市 这个政治清洗 并没有就此了结 到了七月份 清洗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朝廷下令 让玉使分别到高州 象州 郑州 到各个流放地 把长孙恩 把柳氏 把韩元 再把他靠上家属 带回京城来 并且把他们的家属 都注册 到一个犯人的部级里面 27号 朝廷任命 由李吉 许静忠 新茂江 任雅相 卢成庆 这些人会审 长孙无忌的案子 这个名单拉出来 我们知道李吉 年事已高 是唐朝创业以来 最有名望的宰相 他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事情 就把他的名字挂出来 实际上主审的 就是许静忠了 下面几个 分别是各部上书 新提上来 全是五则天的人 交到这些人手里 那毫无疑问 就是冤案一大把了 许静忠派遣了 中书社人 袁公余 到潜州 去提审 长孙无忌 这个时候呢 提审长孙无忌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袁公余很清楚 所以他到了 潜州 直接就把长孙无忌 把他逼死了 一代名相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被人家逼死在 边荒之地 其他到各个地方 重新提审这些被流放人的 也都草菅人命 柳氏 曾经是唐朝宰相 河东的柳家的柳氏 也被杀害在象州 韩元已经死了 但是呢 死者还要开关验尸 本来高宗 不是说了一个底线吗 说长孙无忌 不能死吗 我不杀长孙无忌 可是这个话 才讲了三个月 长孙无忌就被害死了 这长孙无忌手下那些人 那每个人都挺惨的 长州刺史长孙祥 因为和长孙无忌通信 被处于绞刑 长孙恩 重新被流放到潭州 于智宁被废除在家里面 贬为龙州刺史 我们把这个案子到这个时候为止 算一算 长孙家和柳家 被租连了十三个人 于家被租连了九个人 这么大的把满朝的这些宰相 几乎一网打尽的大冤案 让朝廷的人都看清楚了 武则天的手段 让大家明白 反对武则天 必定有灭顶之灾 武则天实现了他政治清洗以后 他还会做什么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介绍